歡迎回到第二集的動漫無雙 我們第二集就要講 食物 驚阿里是嗎 驚阿里的 其實它已經批發了 是說這一集一望買就知道 哦 驚到 Keyon 開頭遠景潮潮 幾個女生在逛逛 Keyon 生貴人 不錯啊 我想到已經有歌聽了 我以為穿著會唱歌 接下來我們要講一套 是驚阿里的一套 文創的作品 玉子市場 玉子啊 玉子是否認識的 因為它是泰芙果的就是蛋 但是那個女主角也是叫泰芙果 這個泰芙果 我以為它是雞 他們是說什麼雞 那些雞其實都是叫做雞 就叫做泰芙果 但是它是鳥片雞 應該是鳥片雞 應該是鳥片雞 肥雞 那個故事 其實就是 你可以說 唯有一個商店街 裡面的故事 暫時來說 我看了 看了兩集 都是叫的 好像剛才說 一通日神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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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有什麼太大任務 其實我們都有些什麼 其實那個故事 都少去 那些人設 那些小鳥設定 也有些特別的 可以插了個 插了個投影機可以放電 我只是不知道什麼生物 因為開頭 所以這一套會令到我 你說近期的動畫 跟它比較類似的 只是那個題材類似 就是《二國民工的十字路口》 即是《湯陰》那一套的作品 但是它的《湯陰》那一套 就說法國那一套 這就是說本土日本 當然它的取向是不同的 它那一套 《二國民工的十字路口》 其實它有其他主題是想說的 這套明顯就是 我相信應該沒有什麼特別 《二國民工的十字路口》 開頭主線就是 《湯陰》要找魔王找公主 但很明顯這些中間會 不知道多少集 然後最後那個《三國民工的十字路口》 我發覺會不會說成問題 我覺得是不會說多 因為其實大家都很難追 其實沒有漫畫 沒有其他東西可以追到 它的故事是怎樣 即是要看整個《二國民工》 才知道想怎樣 但以原創兩集來說 不是特別吸引 賣女主角 我覺得還是賣回玉子 女主角也是天然之外 即是要面對性格 你搞壞了 玉子其實根本就是 側面又像圍 再打得少了就變成抽生靈 再打得少了就變成千萬田 好厲害 加起來 角色大集 三合一 其實你說 我真的不是很像這套 上班很難說什麼內容 例如說第一至二集 就是他帶出獎 怎樣來 就是很喜歡親近我們女主角的玉子 不是他有說的 因為為什麼他會親近了玉子 就是因為他們在南方小島 他們這隻獎的特性 就是哪隻獎跟他打黑癡 就代表時愛 因為當時他剛剛急凍了之後 他出來的時候 剛剛他就撲到玉子的面 剛剛那個玉子突然是敏感 所以他打了黑癡 所以他覺得他是太為時愛 這些是什麼奇怪的設定 其實我也覺得奇怪的 其實加上單 你看他的名字 都知道是玉子和雞 即是雞蛋和雞 雞蛋和雞 雞蛋和雞 你真是當他們是雞 有雞還是有蛋 不是的 有雞才有玉子 有雞蛋才有玉子 有雞蛋才有玉子 其實對面 可以說兩間麻糬屋 擴行的對增 一個是先進一點 有些心形 即是說時代之間 一個就要走一條 你這樣說 我覺得如果照顧你 說京阿里那種的趣 其實玉子市場 我覺得反而因為 他會比較難賣角色 因為其實他集中了 在街上發生的小護士 當然你說玉子是可以賣 但是你說對比其他女角 他可以賣角色去到哪個程度 其實我是保留的 不是你甚至因為他剛才有馬都說他的性格 或者人設光 沒有類似 即是之前他驚訝這個作品 反而這裏他沒有一個 如果他沒有一個很漂亮的原創故事 你陪伸的話 我覺得他那個人 是不會跟之前有的比 不是 我覺得這樣說不對 你覺得K-on很有故事 算是有些 叫做他市中客人回來 但是K-on有一樣東西好 K-on賣到歌 最初他有歌 你這個賣什麼 賣麵糕 歌的東西 唱就有得賣 之前那套賣了歌 這套就賣了商品 賣麵糕 其實是想轉行 很簡單 你只看到一開始第一、二集 他在這裏已經說 玉子他媽媽曾經唱過這首歌 這首歌他已經放了第一首 那首歌是TallyTally 不是這套 其實很奇怪 你說這套賣獎 那你賣 賣 賣色價 阿珊奇考配的 是很賺鬼的 你是覺得較為老靜 配上去 這套的聲優好像也不是很常見 都是新進的 那班都是新進的 好像之前配過一套的路靈甲月餅 然後就立即成為女主角 而生奇考有大身 生奇考是1980多年的聲優 現在是2010多年的聲優 所以一個腦一個大身 你應該這樣說 在京阿里裏裏裏的作品 他已經很慣常去找一些新進的聲優 去處理一些新的作品 就像彈的一套一樣 發掘一些新的聲優 你一個紅了的話 你再找回它的價錢 已經不紅了 都是價錢的問題 當然要不就像無線那樣簽 簽你死了 但我記得日本好像沒有這些規例 好事 首先新的聲優可以發表 其次動畫公司省了錢 就作畫到好些 這套作畫好不好 我就有保留的 因為其實它的動作 你看到其實是很飄的 你看到好像沒有重力動作 很多時候都是一些 還有一件事 如果大家要留意第二集 作畫是崩的 他不是說在拍廣告那一集 即是在拍廣告那一集 即是在拍廣告那一集 如果要留意其中 其中他有個金色頭髮的同學 阿爺 有一支拐張 即是有個玩那個遊戲 他跳舞 你看到他突然間 右手突然沒有了手臂 這麼恐怖 大家看看 恐怖 在拍廣告那些時候 飾演魚店的老闆娘 大小的大副就是 八點的老闆 即是那些老闆 應該這樣 你真的 所有商店街的老闆 大部分都是一些比較 起碼大家會認知的性友 但是主力那一班 無論是玉子的同學 雀鳥仔 那些就會比較 不會是常見的 如果大家肯定要在主要角色群裏面 比較出名 應該是阿妹 亦都厲害 是 對 你也對 她阿妹的戲份又不是很多 不是現在還不是多 因為前一組 因為日常回 我想她之後都會集中 在那個角色 對那個商店街 或者她本身有些什麼 心情 就算拍廣告那一集 你都會見到 玉子另一個同學 好像有些心事 其實我看那一集 我覺得她應該是喜歡玉子 應該是 擺明就是 有的 她主要的故事 不是她同學 是雞生 不過你不要說我 不過這次我覺得 人物改名就是有點隨便 就是 你肉脂 但肉脂不要說 不是 我因為吃回自己 全部吃回自己 還有麻糬 那些 那些 那些很慣常 其實你說 這個動畫作品 無論是其他 很多人的作品 其實她很多時候都是玩食字 正常 她們阿媽都是做些學宿 那你懂這些字 那些女的名字 我覺得是 那些小正常 就是 一杯句 將來樣大 那些子女給人吃 看回她 玉子 那爸爸叫做糾大 其中有個阿爺的阿福 就是糾大福 那些她的阿妹叫做餡 就是糾大福 那些餡 就算了 OK 但她對面那個叫做餅座 這套東西會不會又有參考陪見招 在哪裏 不肯定 那些 我覺得以經教你這本手法 應該有機會 不是說 推翻那些 雙電街活動 我已經回答你了 玉子山雙電街 取材於京都市上京區 玉子做的高中是 京都市復建區 沒什麼精武學院 又是K.I.G.的手法 將麥那個 好意思 現在好意思 好意思 現在很多人去聰明 我要去幫你搜尋 到我 灌名鑑做 看能不能找到 阿雪山你都聰地從游 我不會 我不會這樣做 好了 那這套 其實講回 OBED 因為我也是那句 本身你說 新晉升 尤其他配音方面 都需要努力 我覺得其實歌方面 你真的 大家 很期望 大家掩著我的耳 當 不是真的爆到七彩的就算了 難聽也不算 因為我最喜歡之前K.I.O.的歌 比較高得數 所以這次 你覺得 好波也低了 而若翰就是 他不是合場 他是單人場 所以更加 他一炒了 很容易聽得出 很容易聽得出 那個問題 其實我也是覺得 找阿山奇考 唱一首 E.D.會好一點 更加 更加有趣 找一隻鳥唱 你放心 驚蛇 這麼聰明 都會想不到 就有的 只要在後面的集數 才會播一集 改了 還有看看 到時的故事趨向是怎樣 當然是沒有人猜到 也沒有人預知是怎樣 但是你說 我覺得這套 我相信也不會有什麼爆點 都是普通的日常單 也是 應該這樣說 你是不是看開驚蛇的作品 你如果真的看開 就先繼續吧 不可以輕輕輕輕看 這套就好 我們去到這套 我們接著再講下一套